歡迎光臨 不要讓你閃頭 有些人就是天生不會聊天 對 或者一臉就急著臉 對 而且還有的是 專門抓人家的痛處去聊天 最討厭了 然後幽默感極低 又要虧別人來凸顯自己 對 而且我覺得如果說你不會講話 不說話我覺得也就不得罪 對 因為有些人不會講話又很愛講 真的是 像尤其老師講話也要有分寸 這是我們的工作 禮儀廉恥一定要補 我說真的 聽說你也要禮儀 妳不要讓她生氣 妳說假我 我不是 禮儀廉恥不是學校後面大字 都會寫在那個禮儀廉恥 講話真的是 之前天下有採訪過一篇短文 後來被轉載好多人 因為是真的事情分享 就是講話 我國中的時候家境不好 所以便當菜色很寒酸 都是肉鬆跟半顆鹹鴨蛋 常常鋪一層肉鬆 我印象很深刻不會說話 所以我旁邊那個同學 他很大聲的講 因為平常我就這樣便當蓋遮著 不好意思這樣吃 很怕人家玩 好累 不是我來了 讓人家看到 因為菜色太差 小女生會 會 然後我那個同學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 聖倫瑋妳怎麼每天吃肉鬆 我媽媽說肉鬆都是病死的豬肉粽 而且她故意講得很大聲 那時候有傷到 有 前後左右同學 因為什麼就會過來看 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千萬不要講這種講話 會傷人的這種 這種層次 尤其就是 因為小朋友有時候不懂事 可是這個是家教的問題 真的 就是妳大人怎麼說話 孩子會影響 這是真的 而且人家有心遮嚴的痛處 不要故意去掀開來大聲說 後來妳有沒有把便當 拿到外面去吃 沒有 關到掃除用具的地方 有啊 好可憐 真的 我還不是吃得白白胖嗎 沒有 妳是纖細 在我印象是說 這件事情告訴我 以後我當老師 用嘴巴吃飯的人 千萬不要把它變成一個刀子 去傷害妳 尤其是老師 我覺得老師是第一線的 這種教育工作 不要用分數來虧學生 真的 這也很 對不對 妳是深受其害 沒有 我是 因為妳是老師 妳應該不會這麼做 所以老師 考這麼低妳還敢來啊 學費白給啦 哪有 只要繳學費我都歡迎 這是家庭的嗎 對 她是把錢放在教育前面 不是 教育後面 不是 等一下 等號一定要有 這有助於妳贏對手的心智 是戰術之一 戰術嗎 真的 對啊 妳搭配一些小動作 不得了 對方崩潰 妳現在上班族 妳不要以為說 我是刀子口豆腐心 妳前途就斷送在這裡 真的 今天聊一個 聊天聊到尷尬的 真的 歡迎四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 聊天好嗎 既就做旁邊的活潑辣媽韋汝 聊天就是要天馬行動 你們一直問東問西 我是在聊天 不是在調查局啊 對 好 請想歡迎 雨不清也死不休的 甜情的小甜甜 喂 教育妳們的辦法 如果你覺得聊不下去 你就跟她說 妳想要去找楊桃 因為妳所合妳 小楊桃 真的 小楊桃 小楊桃 找楊桃 吊楊美 找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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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鄉親有盯著他 好 請起來歡迎 一朵很多聊天 小楊桃莊王 小楊桃 小楊桃 嗨 大家好 有時候聊天就是交個朋友 如果妳要成為據點王 小心沒朋友 小楊桃 小楊桃 好 請來歡迎 藝人無數的資深記者洪澀清 大家好 聊天最怕遇到那種話不投機 相對無言的對象 這個時候有一些小撇步 可以幫妳擺脫這些尷尬 謝謝 我今天四位都是滿會聊的 真的 聊的領域不同 是的 有幾種尷尬的狀況 我們看第一種是什麼 博物蛋的萬東萬西 喜歡身家調查 超煩的 非常煩 非常煩 因為像我前公司的辦公室 是那種混租型的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兩條那個辦公座位 就是一個公司 然後所以那個辦公室裡面 就會混著非常多 不同公司的人 然後所以就很容易 在茶水間 遇到一些很奇怪的 宅男跟大叔 然後有一次我在倒水的時候 就突然有個宅男 他就過來問我 他是隔…隔壁公司的宅男 然後他來他就說 你們公司是不是來兩個新人 就好像跟我很熟 可是我們明明是第一次講話 我說對 他說叫什麼名字 我說就是Yumi跟Apple 然後這時候四項的人 是不是應該可以換個別的話題 對 因為接下來也不知道 聊什麼了 對 然後他就說 那他們住哪 我就想說 我們今天很熟嗎 然後你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 你就要跟我深家調查 又探人家的隱私 我就覺得很棒 我就回他說 我不知道 你想知道的話 你不會直接去問他們嗎 因為我覺得 那是別人的隱私 你問我幹嘛 你可以問我的問題 你可以問我 然後後來他就撥我 妳自己在意這個嗎 沒有 沒有 沒提醒你也有點麻煩 對 也會覺得說奇怪 你應該是 對我比較有信 真的是我 對 兩個長什麼熊一樣 對 來…個熊 會聊天的人應該是 應該是聊彼此的事 比較有話題 對 他一定不懂覺得 自己成昨日還花那種感覺 對 你先都是問我的 就站在你前面 一個仙女站在這裡 你問那種宮女的事情 沒有 因為我年輕的時候不高興 沒有啦 然後他就玻璃心睡了一地 然後從此之後 看到我就再也不跟我講話 每次都撇頭 然後我就想說明明 就你自己不會聊天 然後還在那邊生氣 真的 對啊 討厭 對 這種真是超討厭 像我妹最近剛結婚 然後這幾個 我都被問一樣問題 她也懷孕了 對啊 她每個人都會問一樣問題 她會問我說 她老公是在做什麼的 她老公是哪裡人 她現在要住哪裡 對 她做什麼 妳好煩喔 妳好煩喔 妳知道 關心一下 因為 老公正想要問 對啊 對啊 我幫老師洗個頭 對啊 做什麼的 對啊 她做做妹的 她刺青師傅 她刺青師傅 那妳就婚姻會撐多久 我也不常知道 沒有 沒有 就是大家就是會 就是對刺青師傅這種職業 會很感興趣 所以大家就會問說 她手不穩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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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 她自己是老闆 她有兩家店 對 然後所以她就是有固定的客人 對 老師想刺青的話 答案 要刺青比較好 吃一個徐薇 英文 對 徐薇 吃內飾好不好 靜忠報 靜忠報 對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會說 那她自己有房子嗎 有車嗎 那妳妹接下來就是在那邊 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那孩子生了要怎麼辦 然後之類 我就會覺得說 妳幹嘛不問當事 真的 因為他們其實她不是就是關心 她真的有點像是八卦 然後接下來她會問我說 那妳妹都結婚 那妳什麼時候要結婚 妳妹都生小孩 不趕快結婚還生不出小孩 接下來的話 妳下次要結婚的時候 記得要請我 然後想說 我跟妳很熟嗎 熟到要讓妳 要來請妳 所以妳煩就煩到會 最後變成了 對 最後不是目標變我 對 目標變成我說 那妳什麼時候結婚 然後她有 而且每天都被問一樣問題 她有現在都很想做表格 在那個網站上面寫說 Q&A 對 Q&A 非常連結 所以妳連結到上面 看那些問題就好了 對 那真的好煩喔 對 因為我覺得聊天聊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 妳問一些大方向 我們客套回答一下 我覺得都是可以接受 可是有時候 真的問得太細細 妳知道 我就曾經遇過一個朋友 問我說那妳家住哪 我就說我住哪裡 她說那住哪一段幾號 問到這麼細 好我就就算 我想說她可能 或許對我有企圖什麼 我就回答她 然後之後她問得更誇張 她說那妳家廁所馬桶 是用什麼牌子的 然後還問我說妳家 妳用這個牌子 她有做那個免治馬桶 很有名的 妳為什麼不裝 我想說奇怪 妳怎麼問我這種很怪的問題 男生嗎 一個男生 還問我說那妳家地磚 是那個90x90 還是30x30 我問她地磚那麼專業 你知道我想說 可能是設計師 對 我想說妳 她想說妳問她是做哪一盤 對 我就想說妳是不是 最近家裡有要裝潢 她說對啦 我家最近有裝潢 因為我沒有看過妳的房子 我想說妳這樣子 長得這樣子 家裡還不錯 妳是自己家的 妳是不是覺得妳自己蠻正的 也還可以 然後我覺得最誇張的是 就是好 通常是 妳說妳是設計OK 這話題應該就結束了 因為我就回答問題 她繼續追問我說 那妳床單是什麼顏色 沒有 這麼細 我真的問得太細細 而且妳是一個男生 她在追妳 她喜歡妳 可是我覺得問太細 就算要追妳 也不能那麼沒禮貌 長得就還好 她就把她說帥 因為她如果整個還好都是帥哥 是嗎 她覺得帥的都是奇卡 她不喜歡帥的 她不喜歡 她全內罪 是要追妳的一些話題 只是人家聽得不舒服而已 對 然後一直追問問太細 像對我們來講 這是我的隱私 所以我為什麼要告訴妳 對 真的 我覺得有另外一種 是因為公眾人物比較麻煩 我記得有一次就是 因為蝴蝶 牠就是肚子不舒服 然後我就陪牠去掛急診 然後我就送牠去掛急診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肚子不舒服 會痛到站不起來 所以就要先推輪椅讓牠坐 然後那時候我要就是推輪椅 就是牠坐輪椅 然後我推牠的時候 就有那個醫護人員過來 牠就說 我來推 我來推 原來電視上是真的 你們感情這麼好 我還以為都是假的 我以為藝人都是假的 然後牠就邊推著 痛得要死的蝴蝶 然後同時就說 那你們怎麼認識的 你們感情怎麼會這麼好 你們怎麼會聊得來 然後都已經推到快載 因為 已經什麼時候了 對 可是我覺得很痛 然後變成牠也不能回答 我就要邊回答牠 然後後來就要到X光 那個要照X光看裡面有沒有知道 牠就先停下來 牠就說我跟妳講 我專門在推藝人輪椅 我還有推過誰誰誰 然後我就想說 不在乎 不在乎 他推過誰誰誰 然後剛剛在退 牠在X光面前大概就是 浪費了幾分鐘之後 然後牠就說 所以感情好是真的 那誰誰誰 跟誰不合嗎 然後牠就會問我們問題 然後後來才讓牠照完X光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 我覺得工作人物也比較麻煩 就是有一次我去看那個婦產科 然後就MC沒有來 但是自己一定很知道自己就是 為什麼沒有來 一定不是因為懷孕 他就說那妳要不要先驗孕 我說我真的沒有不可能懷孕 他就說我跟妳講 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懷孕就中了 我就說我真的沒有 他就說我知道妳一定不方便說 我說我真的沒有懷孕 我自己很清楚 我就是 就是多久沒有 沒有人要碰我 不可能這樣子講 對 我就只能說很久沒有人來踏寫尋眉 然後馬上 踏寫尋眉 為什麼 所以你知道她還聽不懂 後來就說不行 妳真的要驗孕一下 然後她就很大聲 要叫她後面護士 她就說 先幫張小姐驗一下孕 可是很多人都在看我 後來就去的時候 可能因為平常我們就比較搞笑 驗完她確定我真的沒有懷孕 我就說我早就告訴妳 盤石洞 對 是沒有盤石洞 但是醫生可能也會覺得說 我們節目上很活潑 她就跟我聊天 她可能想用幽默的方式 然後她在幫我內診的時候 就給我看超音樂 她說妳看妳好多泡泡 我直接放 就是巧克力兩種的高危險群 妳要不要看一下 然後我也就是跟她就是 我也這樣很尷尬 我還要起來看一下 這是我的超音樂 我說好 泡泡我這是夢幻 然後就是 然後後來之後 天啊 可是我跟你講 這已經就是很麻煩了 我就跟她講說怎麼辦 我跟你講我不想 我不想要 就是之後有一些那種問題 我都想說那直接去買陳藥好了 因為她是媽媽 她去買一些那裡癢或什麼的藥 很合理 對 然後我就跟她去藥房 然後她就要幫我買的時候 她只要買 她就說我要買那裡癢的藥 她要的 因為油水形象 對 然後那邊她會想說 我之後妳在幹嘛 妳就這麼癢嗎 一邊想 我就想在空間說 天啊 她那裡很癢 什麼的 反正我就覺得說 運太多了 對 妳看起來就是蠻癢的 我跟你講就是 這種很愛聊的 然後很關心妳 硬聊 對 然後其實旁邊的人也很麻煩 就是人家想要硬聊 旁邊讓她沒完沒聊 就例如她就結束了 她就說 她就說 我跟妳講 妳要不要多介紹她幾種 她可以囤著 不是有一種塞的嗎 可是人家 我本來只是想抹的 然後她就會在旁邊一直 對 她們就聊得起來 我自己的親身經驗是 就是在結婚那個時候 結婚那個時候 真的太多三姑六婆打電話來了 而且其中有一個親戚 是自己失婚已久 就很年輕的時候 她生下兩個小孩 她老公就跑掉了 找不到 然後雖然也沒有離婚 但她就自己拉拔了兩個小孩長大 然後還侍奉著公婆 然後老公就不見了 信戴阿信了 對 但她後來老公晚年竟然有回來 但她看到我結婚以後 她就是 就有一個反射頭在我身上 她就打電話給我 對 她就說皓如妳自己好好的 妳有工作能力 妳幹嘛想不開要去結婚 變黑人 妳不能養活妳自己嗎 妳可以 妳可以的話妳何必走入婚姻呢 我就說我老公也還不錯 就對我還不錯 她說能夠對妳幾年 她說幾年妳確定嗎 妳問她是有保障嗎 她說好 我問妳 妳家兩個女兒 我們家是兩個女兒 妳如果生下來男孩子 妳可以幫妳爸爸 就是留個姓楊的嗎 她會讓妳幫妳爸爸留個姓楊的孩子嗎 不然的話 妳幫他們家生什麼小孩 她根本管都不管 她就是會自己的感情 會投射在這邊 好恐怖 對 然後我就說 其實也沒那麼嚴重 反正小家庭 這個東西以後都在討論 她說妳們兩個小家庭 要賺到什麼時候 妳婆婆做什麼的 可以留東西給妳嗎 留房產給妳嗎 妳自己賺算妳們家 她自己婚姻不順利 對 她自己有很重很重的包袱 所以她其實看我們 看她自己女兒 包括她自己女兒 也工作非常好 所以她女兒一直到現在 34 5歲了 她還一直不讓她女兒嫁 她女兒已經有一個 交往8年的男朋友 她一直跟她女兒說 她說妳何必嫁 不用 不用 她覺得我女兒自己 能夠這樣就好 媽媽也會留給妳 所以這樣也滿有壓力的 對 可是我覺得 其實如果遇到這種 不斷問東問西 好像在做身家調查的人 應該先分開來兩種狀況 因為有一種真的是 純來八卦 她只是想探聽之後 把它轉發出去 你知道嗎 因為公司就有一種人 妳今天跟她說妳有男朋友 明天全公司都知道 妳有男朋友 對 如果妳發現她是這種企圖的人 我覺得她在面對這種人的時候 妳就 重點是她跟你講的時候 設法轉移目標到別人身上 或她自己身上 比如說她本來跟妳說 浩如 要嫁人 對 妳老公做什麼的 電子業 電子業 電子業最不錯 她有沒有一個月 有沒有20K 30K 40K 還100K 沒有 妳不能這樣乖乖的 對 妳就第一個就是 稍微敷衍了事過去算 後來就說 聽說妳兒子也是什麼... 就讓他去講他自己 就是轉移話題到他身上 這種人還不能得罪 對 妳不要 因為這種人我跟妳講 妳得罪他 他有時候會講更難聽 或者妳本來跟他講 我把妳的話加油加助 所以妳會讓他重點 轉移到他身上 聽說妳兒子最近不錯 怎樣... 就讓他講他高興的事 忘記妳的存在 可是如果妳是遇到韋如那種 有時候他其實是對妳有意思 只是他不會說話 他是一個不錯的人權 但他只是一個 很不會說話的人 那妳就設法 找一個妳們可能共通的話題 比如說妳 他就問妳磁磚是不是30成 妳先讓他來家裡看 不是 太快了... 太快了... 求給他... 有一些想法 對 比如說 他跟你說磁磚是不是30成30 馬上我是不是什麼 妳可以說最近有流行 你知道他是設計 現在有流行什麼風 什麼簡潔風是不是 那如果你怎樣 丟回去 然後可能是他擅長的方向 妳也能接受的話題 給他一個機會 看看他是真的笨 還是真的就會沒有辦法 那如果他問磁磚多大 然後韋如說那我傳給妳看 然後傳一個他傳駁沙 太快了... 吳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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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柔不良的探問 大可不必理會他 對 這個是不懷好慾的 我們看第二種是什麼 為了吸引黑人的目光 竟然 我自己有咖啡廳 然後我坐在那邊之後 可能只是輕鬆 突然間 因為我們會放一些 午餐音樂 然後我就看了 我就想要讓我看到 我就想要裝都沒看到了 好可怕 好可怕 對 滿有心的 加上在旁邊喔 還有一支 還有一支 我們看第二種是什麼呢 眼中就只有自己 愛想自己的戲 真的 咬不到 對 講什麼話題都會圍繞到 對 然後問的問題就是想要你問他 對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像我有一個同事 他就是這樣 好像全世界就因他而轉動 因為我們譬如說 每次只要講一件事情 他就一定會說 像我啊 我跟你們說 你們都不懂 像我啊什麼的 然後我們都覺得說 你很煩耶 幹嘛什麼事情 都有你的事一樣 直到有一天 我們在講雙眼皮 然後他就開始就說 像我的時候 然後我們裡面就有個同事就說 像你 你是哥的啦 大家都看得出來 是哥的 敬他 敬他 然後全場就尷尬 但是那女生臉就有點尷尬 從此以後他就比較熟練 就比較不會之後 講一些事情的時候 又在那邊說像我啊 像我 對 他是女生還是先生 女生 女生 今天真的像我這種東西 真的很煩 因為有時候你像我的誰誰誰 就是有時候他們會拿出說 像我男朋友怎麼樣 就很愛把自己身邊的事情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拿出 像我這個東西 講出這個東西 是大家可以共通話力 我覺得他可以開啟另一個話力 可是當你在講說我男朋友 可是這個男朋友 我們完全都不認識 我有一個朋友他就很誇張 講什麼事情 都可以扯到他男朋友 就是像我們講說 我們可能在那個 什麼愛貓愛狗 要養小狗什麼什麼 另養小狗什麼的 他就會說 像我男朋友 對小狗也怎麼樣 很會照顧 每天買多少飼料什麼什麼的 或者是我們要講說 我們要去吃火鍋 他也可以說 像我男朋友 那個料理 廚藝什麼都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每次遇到這樣子 我都覺得好煩 什麼都像你男朋友 像你男朋友 然後有一次我就真的有點火到 我說 他就說 不行 我就覺得還沒分手 要怎麼換其他男朋友 但是每一次跟他聊天 他都會聊到這個 都覺得好煩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這種人其實滿普及的 都是一定會有的 對 這自我中心的這種 對 講什麼都會講自己 那可以對付他 像我朋友 對 你像我 未來的男朋友 所以是像我 像我 對 但是我跟你講 這是表白 我跟你講 我覺得最討厭不是 就是只有自己這種人 講自己還好 是 我更討厭一種 就是你在跟他講說 你自己的事情 而且很嚴重的事情 要跟他討論 他還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把重點都拉到他身上 這種人最要不得 像我 有一個好朋友 你看你也像你了 像我有一個好朋友 他以前在某個節目當小天使 調果汁 對 後來我們就變得很好 只要我有一些疑難雜症 我就會找他出來談心 然後每次我只要跟他 聊一些事情 我會找他出來的時候 都是很嚴重的 例如我要問他說 感情怎麼辦 這時候我講到重點的時候 他就會突然說 等一下... 他就特別 就是把手機找出來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件 他說不是 我現在在跟你聊我感情的事情 那你先告訴我 為什麼你有這件 你Hello Kitty的衣服 然後他聲音就很大 你知道他就是常常會把音量拉很高 我就說 你要不要先處理我的事 那你先把你Hello Kitty的衣服給我 他就說 就是什麼時候他在那邊亂問 對 然後我就是在跟他講 我已經怪風了 他就跟我講說 那你先把Hello Kitty給我 可是他沒有寫我的名字 你不覺得我很適合嗎 我穿起來會很漂亮 然後就變成在聊他 在聊他跟Hello Kitty 他是屬於那種 會聊到自己身上 他永遠 就是有時候他開車 他開車開到一半 然後我就會突然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今天怎麼樣 對 我跟你講 你知不知道 Hello Kitty跟誰聯名了 我想說跟我屁事 例如說我們講好要去一個點 講好開車開到一半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不是我們那邊 等一下 我要去拍Hello Kitty 然後他就會一直活在他世界裡面 然後他根本就不管你的死活 他是你好朋友嗎 你確定 他是我好朋友 但你大概就是會跟他讓他 就折磨了大概40分鐘 Hello Kitty之後 他就回來再跟你聊你的事情 你還接得上 還接得上 但是我要講 剛剛那男朋友事情也是你自己 因為我要講 不是 我哪有講求我 因為他前一段的感情 那個男朋友我真的不熟 每次我接到他電話 都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我男朋友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想說我要偏開這個話題 因為我不熟 我不可能去 斷一些定論 但他又要偏我說 那你覺得他是不是怎麼樣 但我又不熟 你知道嗎 你就會想要移開話題 所以我其實在移開話題 不是 他才莫名其妙 有時候姐被他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交了男朋友 他就確實是男朋友 然後他就一直跟你講 我跟你講他是Gay 他是Gay 我就說他不是Gay 他上過我 你幹嘛氣 然後他就一直跟我講說 他是Gay好不熟 這怎麼很難 你們兩個真的很有趣 有趣 聊得這種你不能接 絕對不接嗎 不接 不過你跟他在一起了嗎 沒有 以前 以前 以前的 你不是每一個感情都被他破壞嗎 你自己講的 所以我現在都不跟他聊感情 可是眼中只有自己這種 我覺得還好 我比較討厭是他眼中覺得 只有自己最棒棒 所有的事情 就譬如說我們大家一起出去聚餐 只有他訂的餐廳是最好的 一直誇 一直誇 你們吃這個鐵板燒 這個師父你知道要排多久嗎 你知道這家店排多久嗎 好 下一次聚會換另外一個朋友 訂了一個麻辣鍋 一坐進去從頭鹹到尾 怎麼會訂這一家 麻辣鍋湯頭這什麼味道 味精放下去 就不對了 焦麻也沒有 辣也沒有什麼 你為什麼不去我的那一家 你為什麼不來問我 他介紹的最好 對 為什麼不來問我 他說我的都是什麼什麼 排隊 你只要打一通電話 我就直接進去的 我跟每一個老闆都很熟 這種東西就是交給我 永遠都他自己最棒棒 然後有一次呢 他要幫我們排一個 滿有名的日本料理 然後那個日本料理 因為算是 因為算滿高檔的 他就是座位很有限 然後一個人 因為他也是無菜單 所以一個人就是上 就是你也不知道菜單 他就是一道一道這樣子 因為很難訂 他就誇口說 我可以訂到包廂 然後後來他說 這麼好 他說零食就有了 我一個禮拜前 我一通電話給老闆娘 就OK了 結果他訂了以後 之後在群組講說 不好意思 因為他說這個包廂 因為老闆說 那個包廂今天不開放 但是你要知道 平常我是可以進去的 只要有什麼天王老子來什麼 我都是排第一進去包廂的 藝人什麼天王老子都進不去 但是因為他今天包廂不開放 因為平日 那我們就坐外面 我們就說沒關係沒關係 結果我們一坐進去的時候 包廂明明裡面就有人 然後我們吃一吃吃一吃吃到一半的時候 包廂出來彩華姐 彩華姐明明就在包廂裡面吃 就是比他照的人根本就很多 他算哪個開 對 真的 姐妹她應該也會成了這種 聊天會聊自己這樣 其實一直講自己的是 某方面她應該在情緒或精神上是 或是她沒有自信 要用這種來讓你知道她成就成面 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之前有個二三十年 失聯的朋友 小時候滿要好的 所以才去美國二十幾年回來 她是失聯 不是失聯 就沒聯絡 她回台灣我好高興 結果我就請她吃飯 但我們站一起三四個小時吧 我大概只講十分鐘的話 她是不是很失落 十分鐘 不知道她就是想講就剛好 她急著要把這二三十年 跟你分享完 對 然後她就講… 然後我先生剛好打電話來 對不起 終於打斷她一下 我接一下電話 我就說好…證明我 等一下再回應電話 我就說我先生在醫院 通常我們會不會說 怎麼會這樣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先生在醫院 幹嘛 然後她說 她就看了我一眼 她終於看到我坐在她對面 她在講她是不是 她說 我就說 因為我先生眼睛擺內障 去開擺內障 其實你們要說還好嗎 手勢應該是這樣 我哪個醫院對不對 禮貌的 所以她說 本來就這樣 我跟妳講 我姐夫是眼科醫師 她形成的原因是什麼 她這樣 然後我完全沒有再回來 關係很多 這樣很煩 沒有 就想…我想 OK… 好啦 終於那天結束以後 過一陣子她說她要回請我 我不敢再給她講 對啊 而且我後來發現 她是不是因為太久沒看到我 她急著跟我分享 看來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好幾個朋友 都單獨跟她約出來見面 因為大家小時候都是好朋友 都有共同的遭遇 每一個人講相同她的 過去的遺憾遇遭遇 對啊 這種不叫聊天 藝人 一來一往 妳一句我一句才叫聊天 對 這就是當聽訓 可是後來我覺得她滿可憐 因為我後來聽說 她去看一些心理醫師 這心理的狀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變這麼渴望去分享她自己的事 你說我也會有這種人敢煩妳的嗎 有 就也是會 可能也是幾幾 很多發生在那種年輕人 她可能一次想要我知道她才藝 她的一生 才藝 因為有些 現在我常會接到Demo 或是 對 像Facebook或微信 她會自彈自唱 或寄她的檔案過來 她好不容易抓住機會看到妳 對 然後我自己有咖啡廳 然後我坐在那邊之後 可能只是輕鬆 突然間 好不好 她揍了 她揍了 因為我們會放一些 那個Lounge Music 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看了 她就想要讓我看到 我就想要裝都沒看到 就 她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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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蠻有心的 家長在旁邊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來... 自己放iPhone 她 要給黑哥哥聽 真的 真的喔 我是就在那邊 完全沒有考慮到 你當下是否可以 沒有 其他客人 我想說 就是她弄到 就是很小 那個走廊只有一點點 她就開始宰歌宰舞 然後結果媽媽就會過來跟我 介紹 我這個女兒 我幾歲開始培養她 然後 事先不認識 完全不認識 她說剛好 我們 我們有訊息給妳 但妳都已讀 她不回 她說不能這樣 我們也是滿 還這樣喜歡 媽媽是 她是有造星計畫 她就想當新媽那種 真的... 比女兒還積極 我看那女兒就很尷尬 就很羞愧 就這樣戳 有些小孩子沒知識會怎樣 好可憐 可是就是很會才藝 她說不然這樣 陳先生 妳先看她跳 好 然後我要走了你知道 兩分鐘... 不然她 她一直講說她功課OK的 她一放下去 女兒開始 架勢就來了 然後倫巴 她媽媽是弄 國標舞的喔 對... 然後我就說 精采 我這種 她妹真的很有才華 就很有才華 但是... 那個做法不妥 好可憐的小孩 還有一些DEMO的 就是錄音樂的 她會唱給妳聽 然後她也會說 我跟洪恩一起去 她說洪恩金曲獎 妳幫我聽聽看 然後就硬要她自己 帶她自己的MP3來 聽...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不對 然後就很尷尬 然後像這種的 還有一個最經典是 王力宏也被波及到 為什麼 我們有一個 她自己錄了一個DEMO的專輯 然後約Jason 說去麗宏家 聽她的新專輯 然後去聽的時候 就是很... 就很尷尬 麗宏就真的在聽 聽的時候你看那個 王力宏的臉色 就有點尷尬 因為那音樂真的不怎麼樣 然後她會跟他講說 妳可能在編局上面 就是禮貌性 編局上面可能 還是需要有邏輯 因為妳已經是沒有邏輯的 在亂說 然後就唱那個 有一點很像假音或什麼 然後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聊吧 然後要走之前 突然忘記 他說麗宏 CD可不可以黃了 他說他只有影片 真的好笑喔 然後一方面也是怕 他說怕麗宏抄她的音樂 好尷尬 所以我給大家幾個建議 第一個建議就是說 事實上多數的人 都喜歡講像我什麼 你不知不覺 就會把自己當中心 開始講自己的故事 所以這個時候身為聽者 就兩種人 一種是像我們這種 我們希望你繼續講 你講越多越好的時候 我就用鼓勵的神情 很增大你的眼 聽眾 是這樣子 然後適時給他鼓勵說 如果是怎樣 就是我有回饋 他會講得更高興 這個時候你就扮演聽眾 因為你希望他講 或者你希望變成 他男朋友或女朋友 或希望這個是你老闆 你希望覺得我真的是 一個很上道的聽眾 對 這個時候 講的時候你要鼓勵他 可是你很發現 如果是剛才老師 那個朋友或其他人 就是你發現 這已經變成一種疲勞轟炸 你又很擔心自己 如果一直變成 一個很好的聽眾 以後他到垃圾 都找你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要開始說 當他開始講沒有很久 你先放工一陣子之後 就開始說 我跟你講 只不過想聊天 氣氛竟然降到冰點 基金那種投資我都不懂 我說可是你那麼專業 我說要不要報幾支名牌來 他說你問我這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我要回答你 三天三夜 他說這個問題 你要我從哪裡回答你 他說你要看的是哪一個基金 你要說你是單買一支 還是說你是要做企業的 你要我怎麼回答你 他說這個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我先講說這個人是什麼樣 聊得下去嗎 真的 你發現這已經變成一種疲勞轟炸 你又很擔心自己 如果一直變成一個 很好的聽眾 以後他到垃圾都找你的時候 這時候你要開始說 當他開始講沒有很久 你先放工一陣子之後 就開始說 我跟你講其實這個事情 我也有一點看法 就是你要把發言權搶回來 尤其我以前最擔心 就遇到計程車司機 開始跟我講政治的時候 很煩耶 夭壽耶 他會不停的開始 所以絕對不能有 讓他繼續下去的機會 比如說他說 像那個軍工教 怎麼可能領徒說 現在軍工教沒有領級 自從民國82年之後 他說我們什麼什麼 他說是這樣 那個中國什麼服貌怎麼可以來 我說服貌並沒有來 服貌這什麼什麼 就是你要馬上他中斷 他的自信說 你這個看法好像不大對 而且我也清楚這一塊 讓他覺得 我是不是要鎖回來 他好像真的知道 就是馬上就是讓他知膽而退 就是朝個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向去講 否則如果你這樣子傾聽 他以後都會找你到任何 真奧 對 好 第三種尷尬的情形是 畫不投機有代勾 T恤對不到屏 真的 在聊天過程當中 真的會有一些朋友 他的記憶真的 就非常非常短暫 在聊天過程 他好像眼睛都是會看著你 可是他這樣 下一秒他會問說 所以你們決定要吃什麼 可是我們下一秒 才決定好說要做了什麼事 放空 對 然後要不然就是在講說 我們可能在討論巧克力 他可以突然問說 那你們有沒有婆媳問題 就是問了一些很跳痛的問題 有一次我就真的遇到這種朋友 真的覺得很不耐煩 我想說你明明魂就在這裡 然後眼睛也在這裡 然後也都盯著我 就很深心的說 我們剛剛在講 你到底有沒有在聽 就很深心這樣跟他講 他現在回我說 你說什麼 就對這種人我真的沒責 因為沒辦法 他真的就是人不在現場 靈魂都不在這裡 對啊 而且我們也滿特別的就是 你知道最近很紅那個無尊 牙齦尊 他有跟我的好朋友 然後就是 我跟Eason都視他為 就是一個頻率不對的大麻煩 因為我們很好 但是你跟他聊天 他永遠會跟你頻率不對 然後有一次我們就 我就跟那個無尊一起到Eason家 然後我們就想說 大家分享一下工作 最近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然後無尊這個人 他都非常堅持 當我們在聊得很盡興的時候 他就突然間 把我們的電視切掉 他說等一下 我有個才藝 你們看一下 這樣好不好 但我們不是在聊 我們最近的甘苦談嗎 我說好 那你的才藝是 笑話 我說那你的笑話是 你知道古代哪一個人物 最喜歡租房子嗎 我說誰 是追逐 因為他習慣發作 對 然後他的重點是 我們在聊 我們在檢討說 對 我們在檢討說 最近通告怎麼樣 他神來一筆 對 他就神來一筆 他就算讓我們 他鼓勵很棒很棒很棒 然後我就跟Eason 我們就繼續聊說 最近校園 你有沒有覺得校園變少什麼時候 然後無尊突然說 你覺得女生這樣算是有好感嗎 他會跟你說早安 晚安 午安 然後我就心想說 可是我們在聊的是校園 然後好就算 我們就回答他 然後就是一直整晚 都不對頻率之後 回到家 我們就就APP來說 今天你們可能會覺得跟我聊不來 但你們千萬不要想太多 我只是眼睛有點痠 所以想說 對 更聊不來 跟眼睛症有什麼關係 然後這邊 因為我有把它 拉到我們組合 然後我們組合 就是真的對 就曹曹有這樣吃的意思 因為我們你知道 我們已經討論 我們大概從上個月 就在討論我們聖誕節 要交換禮物了 然後我們大概已經把那個就是 地點 時間 哪些人我們已經這樣子複製了 不知道幾十遍了 然後昨天在凌晨4點多 快5點的時候 無尊就跳出來說 所以聖誕交換禮物 有要換禮物這件事嗎 然後就明明就有 但這個他更純 因為我們全部討論好 就是我們弟弟要在他家 然後他就問我說 所以交換禮物要在哪裡 然後我們全部人說 你家 怎麼會這樣練 就短暫記就忘了 因為忘記有討論好 你說的那些惡劣行為都是他 他真的很多 我們聊天室真的很精彩 有機會如果你們要做一個 就是藝人的APP什麼的 我就拿他的來 我妹之前有交過一個男朋友 我的妹妹 然後她那個男朋友是做 企業的基金經理人 所以做企業的他是大筆 他是有金額下限的 所以他經手的基金就是幾千萬 或是上億的那種 才可以找他經手這樣 所以事業還滿成功的 然後姿態有點高傲 然後我們都一直沒有見過他 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親戚朋友 約去六福春玩 然後我就問我妹說 你要不要找他一起出來玩 結果後來他的男朋友到前一刻 才答應大家說好 他要來 你知道過年時候去那種樂園玩 然後我們就排隊 排隊就很無聊 想說反正我跟妳也不熟 那妳是我妹男朋友 我給妳一點面子 跟妳聊聊天 然後一直聊個幾句 我就說 怎麼說這個地方很好玩 我們其實家族旅遊 常常都會過來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今天會來這裡 是因為我沒來過 我並沒有那麼早 就想要看到他家人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我就當沒聽見 我就說 所以妳沒來過 這也很好玩 我忽略他後面那一天 他就說我沒有那麼早想 是讓他家人 好 那還在排隊 我就說妳是超強的 我說基金那種投資我都不懂 我說可是妳那麼專業 我說要不要抱幾支名牌來 因為就是聊天 我知道他的工作是這一個 所以就會問這一個 然後他竟然回我說 我是做企業基金的 他說妳問我這個問題 妳知不知道我要回答妳 三天三夜 他說這個問題 你要我從哪裡回答妳 他說妳要看的是哪一個基金 你要說妳是單買一支 還是說妳是要做企業的 你要我怎麼回答妳 他說這個我沒有辦法跟妳 跟妳講 我先想說這個人是怎麼樣 聊得下去嗎 真的 後來趕快叫我妹分一分 對 有時候朋友之間 為什麼頻道會對不上 其實一個狀況是 第一 你們聊的話題 他完全沒有辦法融入 所以他就會放空 比如說如果一個男生 在一群女生中間 那群女生一直在講 時尚 流行什麼 那個男生一放空 一定會回來問妳說 所以如果我們到底 妳要不要換禮物 因為他是完全不能融入妳的話題 所以如果妳是把他當朋友 妳可能要想一件事情 怎麼樣讓他 可以跟妳的話題 勾上邊這種 另外真的有一群人 他就真的是 有一個人他就已經不是 他就是一個 注意力缺陷症 就是他沒有辦法 真的他沒有辦法適應 太長的那種聊天 他就是沒有辦法專注 如果妳的朋友 長期有這個狀況 妳也發現說 他並不是說 對妳們的話題不感興趣 只是他永遠落後三拍 那我只能說 妳們讓他多吃一點魚油好了 那可能天生需要人家 多講幾次他才會記得 那你覺得他這個人 個性很好 妳就多容忍他吧 對 好 第四種是什麼呢 對方有某種企圖 一直找妳聊天 對 這種比較麻煩一點 最普遍見到的是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就說他幾年前 借過他學弟錢 那也是後來學弟就失蹤了 就久不連絡 有一天突然打電話給他 就一直找他出來 要聊天 要聊天 然後想說好 那他帶著企圖 去跟他見面好了 因為他錢沒有還 想說在這麼久沒碰面 他就想說那我帶企圖 就試圖要讓他記起說 妳還欠我錢這件事情 好 兩個人就到餐廳去聊天 聊天過程當中 我那個朋友就一直暗示他說 那妳最近好嗎 那妳這樣子工作 每個月賺多少 想說要回憶起 就是妳還欠我多少錢 結果這個人更懷歸他 你知道嗎 他更厲害 他直接問那個學長 問他說 那妳現在貸款付多少錢 那怎麼樣怎樣怎樣 就一直開始 兩邊都在問錢的事情 然後結果妳知道嗎 結果這個學弟 他就跟他講說 妳知道嗎 學長我沒有要跟你借錢 妳放心 我今天約妳出來 只是要妳來當我 暫時的貸款保證人 妳來當我這個貸款保證人 我跟妳講 妳看我是不是欠妳多少錢 我跟妳講 我可以立刻還給妳 怎麼樣 是不是一個很棒的方式 我那朋友就嚇傻 想說完了 怎麼好像誤入圈套 本來是要來勾引他還錢的 結果後來變得也沒有辦法下去 就騎虎難下 然後最後他還真的就變成 他的保證人家 因為他是覺得那個學弟 就是一個直系學弟 然後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 然後結果沒有想到 事後就變成這樣子 人在一起當保 對啊 妳怎麼好意思講別人 你知道在前幾天 前幾天 就是我們要錄這一集的時候 就這個主題 然後他就開始有一點AV俏話 他說親愛 他就叫我老公 親愛老公妳好漂亮 我想說一定有問題 然後他就把這一集的回合傳給我 妳惹了嗎 我們以前跑記者的時候 我們的那個攝影師 都會固定搭檔 然後我有一次就搭檔到一個 非常非常資深的攝影師 然後那個攝影師 因為你知道老攝影師 我們其實都會有一點畏懼的 因為老攝影師 你叫不太動他 然後你對他要非常的尊敬 因為他一出手就不得了 所以他只愛拍不拍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老攝影師 常常會來跟我說 你今天這個衣服搭得很不錯 然後過了幾天他就會說 我喜歡看你穿短裙 這種一開始你都會覺得還好 因為反正 因為聊這種衣服的都OK 或是他會說 我發覺你有時候 頭髮這樣放一邊的時候 打字的那個認真的樣子 漂亮 然後你都會覺得說 好吧就是攝影師 人這樣跟你聊天還OK 你就會跟他這樣說 謝謝… 他要說什麼這樣 哈拉過去 但後來漸漸的我發現 他下班的時間 他也會打電話給我 有時候我再忙或什麼 沒有接到 他會非常生氣 然後隔天早上我們碰面的時候 他就會給我一個結石簾 他就會不理我 然後我們出班的時候 你叫他什麼他都聽不動 他就會說這樣就好了 我就這樣嗎 然後他就會 後來他才會說 為什麼昨天晚上9點多打給你沒接 然後他就會不高興 然後我一直就會覺得說 感覺會有點怪怪 可是因為是前輩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就是要好一點 要尊重一點 一直到有一天 然後我們在那個樓梯間遇到 然後我走在他前面 他走在我後面 後來他就突然跟我講 快要到辦公室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今天生理期來對不對 然後我就跟他 然後我跟他講說 然後我也是打哈哈 我就說 你怎麼知道 我今天臉很臭嗎 我今天情緒不穩定 惹到你嗎 什麼什麼這樣 他就說沒有啊 因為我發覺你 每次生理期來 你每次生理期來 我很喜歡穿全身黑色的 你每個月都這個時候來 他都觀察 你算 他說你每個月都這個時候來 而且通常第一天跟第二天 你都會穿黑色 這已經是戲騷擾了吧 對 所以我就是那時候就覺得 滿恐怖的 就是有跟長官反應這件事 你那時候未婚 還沒結婚 臉色都算 腦袋不錯 算出來 遇到這種別有企圖的 你最好能在有形或無形中 讓他知道他的企圖不會得逞 比如說 有些人繞一繞半天 可能是想跟你借錢 然後拉保險 請你當保人的 你可能在演員間 要說說 我跟你講 我們家最近怎麼 都因為我弟 怎麼亂投資 結果什麼 現在錢又很緊什麼 結果 不自主的很自然的跟他講 我最近的經濟狀況不好 先堵住他 讓他不要把企圖講出來 因為有時候企圖講出來 就覺得糗了 你就不借 所以他還在繞的時候 你就跟他說 我當然沒有辦法 比如說女生 因為你那個時候 不知道有沒有男朋友 如果說已經有男朋友 像我的做法 可能請男朋友來接送個幾天 讓他知道說 你沒希望不用來了 或者是有時候就 有事沒事的 就是拿一些家裡合照 什麼故意放桌上之類 就是讓他知道說 你的企圖不用多想 老娘沒興趣 對 人家說兩隻眼睛 兩隻耳朵 只有一張嘴巴 老天爺就要你多看 多聽 少亂說話 不會說話還亂講話 謝謝四位來賓 精采的故事 謝謝 謝謝